觀眾朋友 今天催促來 還是拜個晚年 希望今年 九年 大家事情會比較順利一點 我們要經常說什麼恭喜發財 這太俗氣了 可是事情恐怕不是真的 大家可以心想事成 特別去年有很多事情 今年還沒解決 第一件事情就是台大要選校長 台大已經八個月沒校長了 還要是這樣 其實很早就已經領選出來 之前國發會的第一任主委 管中敏管教授 要來當台大的校長 可是爭議不斷 從最早傳出來說 你怎麼又變臺灣大哥大的獨立董事 這件事你怎麼不講呢 是不是違反誠信原則 又說你怎麼抄你自己學生的論文呢 可是這兩件事情呢 經過臺大的校長 林選委員會的認定之書說 這沒辦法 這外界誤解啦 甚至有抹黑的這些問題 抄襲不構成 而讀懂這件事呢 也不違反誠信原則 因為呢儘管蔡明星呢 就是臺灣大哥大的副董事長呢 也是領選委員 但這件事呢不導致蔡明星在領選過程中呢 會做出不專業的判斷 也不會影響臺大校長的領選結果 但是呢到現在還沒解決 教育部呢一連發了好幾道的公文說 請臺大特別是領選委員會呢 你講清楚抄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還有獨立董事 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否則我怎麼可以讓你背查呢 因此到現在呢 教育部還是用行政的方式呢 卡住了管蔡明來當臺大校長 今天我們要好好來談一下 臺大校長領選風暴 所引爆的什麼是大學的校園自治 什麼叫做校園民主 而臺大作為臺灣最高學府 除了說得到很多的關注 以及壓力之外 他同時呢 包括校長領選過程 包括教育部對待選出來 這個校長的態度跟方式 都會影響全臺灣所有的大學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 其實大家都很熟悉 在螢光幕上消失了一陣子 對很多學運來講呢 他是他們的共同老師 我們來歡迎是 台大法律學院的名譽教授 賀騰芬 賀老師你好 你好 大家信念好 應該這一陣子很多人看到你說 賀老師好久不見 是啊 真的是 不過這件事情請你來 恐怕也不是什麼好事啦 不過希望你要釐清一下 到底什麼是大學自主 而這一件事情 又是誰傷害了大學自主 再來歡迎是 台大自主行動聯盟籌備會的發言人 他其實呢 是台大受益專業學院的教授 這次呢希望教育部不要再升黑手 趕快讓台大有他們的校長 我們來歡迎是發言人周重喜 周教授 周老師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大家新年好 之前也是念臺灣大學 但是他現在是高教工會 組織部的主任 剛剛談到台大的是一個重要象徵 台大如果做不好的話 恐怕臺灣的所有的大學資質都會有些問題 我們來歡迎林柏儀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先請教一下周老師 今天台大的老師台大的學生走到凱道 去抗議教育部 然後呢要求教育部長要出來 要求教育部不要再升黑手 教育部升黑手了嗎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到這個節目來跟大家說一說 今天的一些見識 見聞 其實身為一個老師 我們上街頭是逼不得已 也是素人 自己都誠惶誠恐 那基本上 嗯 主要是因為臺灣大學 八個月沒有校長 正式的校長 那實際上很多校務的推動 也有一些困難的地方 那身為老師 那特別是下個禮拜就要開學了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問題早點能夠解決 那既然它是合乎大學法來執行的一個工作 那麼我也希望就是讓這個法律能夠走下去嘛 那所以我們就到了這個街頭上 也不能講抗議 我們希望提醒我們的教育部 希望提醒我們小營學姐 這個問題要趕快解決 目前就是因為教育部不去做被查的這個動作 所以沒有辦法讓管聰銘先生 管聰銘教授 順利的當上臺大校長 問題就是卡在教育部 對 因為在整個程序上 臺大做出了這個臨選委員會 做出了最後的這個選舉的決定之後 那照這個法律的這個程序呢 還是要報請這個教育部來做這個 這個聘書要發嘛 所以還是這個法律部就走到最後一步了 那到底這個教育部的他有一些問題 臺灣大學的臨選委員會也做出了這個合適的反應 那也做出了這個毫無疑義的決議 也開過會了 那我想既然照大學法 也是希望能夠緊述解決這個問題 畢竟下禮拜一就開學了 那學生的受教權 我們也希望還有一些校務的推動 還有一些研究的方案 這大案子都能夠趕快進出的進行 會不會有外界質疑 明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 如果有抄襲的問題 如果有所謂的獨立董事 沒有按時誠實去告知 領選委員的這個問題的話 那麼教育部就只能乖乖地做橡皮圖章 只要領選委員會通過誰就必須要蓋章嗎 我想這個不是任何一個私下的團體 或者是任何一個小組織去開的會議 領選委員會有二十一席 有包括了三席的教育部代表 另外十八席的領選委員 全部都是由我們校務會議代表所選出來的 那我想他的這個合法性是非常的足夠 那在一月五號呢 在一月五號之前也經過了所有合乎 這個法規的程序進行了所有領選的工作 那一月五號做出了決定之後 那因為有教育部有一些疑慮 那在一月三十一號又重新召開了一次的會議 這一次會議我們教育部的代表還是一樣有參加 那最後呢也就是大家都有簽名 就是代表這個會議大家的共識 領選委員其中三個還是教育部派的 是的 我想因為畢竟我們是國立大學 我想在很多坊間都說台大拿了國家資源 難道不應該收到國家監督嗎 當然我相信這是應該是的 但是在就是因為這樣領選委員會裡面其實有三席 甚至有我們教育部的次長姚立德先生也在內 那我想這個政府的意見 還有他政府的一個對於一個國立大學的一個長遠的發展 還有他的一些要求 我相信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三席的這個教育部的代表在這個裡頭 是 是 賀老師我們待會會就程序問題有很充分的討論 也會對是否抄襲這件事 是外界抹黑 他明明就是引用自己的東西 怎麼會變成是變成教授超學生 或者是獨立董事這件事情 但我先請教您一個事情是 您之前也參與公開的活動 反對管宗明擔任台大校長 為何你認為管宗明不適任呢 我要先聲明 倒並不是說對管先生有特別的個人的成見 或者反對他 而事實上這整個程序他的確是有非常大的瑕疵 剛剛才講到說教授很不得已上街頭 其實我們一九九零年就是為了要能夠搶回大學自治 整個大學師生一起上街頭 我想那個時候 周教授大概還在學生 當時我們都很清楚這樣的一個歷程 在戒嚴的時期 大學是完全沒有自治權的 所以我們甚至不但地一直在努力去修改大學法 甚至在大學法還沒有通過之前 我們就透過台大的校務會議來決定 由校長要自己民選來產生 就用這樣的方式來爭取到大學自治 那很遺憾的 我們在很成功地爭取到大學法的修改 然後校長可以民選以後 我們第一次的校長的民選 讓我們就非常的痛苦 因為整個民選是完全失敗的 完全失敗 完全不是說我們所預期的一個知識分子 你用你的理念來說服別人 而是把民間的一種非常惡質的選舉的風氣帶進來了 那這也就罷了 我們就說 那我們還是期待已經選出來的校長 能夠實踐我們原來要求的校園自治的 這樣的一個理想 可是我發現 我們到大學自治 我今天來講 我當然是說 今天他們上街頭的一個目標是非常正確的 我們要爭取大學自治 的確大學也不能夠虛弦了這麼久 沒有一個校長在這裡 這都是對的 可是整個都扭曲了這次行動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主軸 因為我們大學自治是說 大學法當時的訂定就是說 在法律範圍之內要自治 而且教育部是我們最高的教育主管機關 他接受憲法的指示 他必須要監督我們的大學 當我們的大學要實行大學自治 而這中間有許多程序上不正義 甚至從第一次校長免選 就有實質上的不正義 這以後呢 教育部都以這個大學自治 作為一個藉口 把所有大學的問題都推脫掉 都不關我的事 你們大學自治 你們自己去管 那另外一方面 大學真的有沒有自治呢 不要講說一個校長 他可以領導整個學校的校務會議 行政會議 教務會議 各種的會議 幾乎都是他在那裡主導 他可以訂定他繼續連任十二年的這樣的條款 這真是天下最滑稽的一件事情 結果你要問他 他就說 那是大家通過了呀 是選舉出來的呀 也不是我個人的意志 大家都知道 那中間的運作是怎麼回事 可是教育部 每次我們為了這些實質上違反爭議 或者程序上有瑕疵的時候 教育部都說那是你們自治 我不管 那另外一部 你說大學真的有沒有自治 沒有 因為從內以後呢 整個我們的大學教育的經費 就緊縮了 所以三分之二的經費 必須要靠你自己去募款 所以這個時候 大學的這個主持人 就是名字言順 我就跟財團結交了 所以臺大的那個所有的建築 一棟一棟都是財團給蓋起來 連我們法學院 博弈也是法學院的叫做萬財館 折靈館 那這是我們如果談教育理念 是我們非常憂心的一件事情 這個我想博弈等一下會談 這個會談得很深 所以我們說大學自治 到底有沒有實踐 他中間非常多的問題 那我們回答今天的問題好了 今天的問題不是大學沒有自治 因為這個大學的臨選辦法 是由教育部定了一個很粗糙的 一個原則性的問題 那這個細則呢 事實上是由大學自己來訂定的 剛剛講我們有二十一個委員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學校出來九個委員 其他全是校外的 全是校外的 教育部三個官員 來參加這個零選委員會 然後另外呢 就是我們校友有九人 有四個人呢 是由各院選舉產生 有五個人是由校友總會 以及行政會議 大家知道我們的前校長 因為是抄襲的世界 遲遲不肯退職 一直到六月他才退下他的這個職務 所以我們整個下一屆的校長的領選 非常的倉促 甚至行政會議也是由他來主張 然後他提供了這三個企業界的名單 而這三個企業界的名單呢 剛好跟楊校長也好 跟過去的陳校長也好 都是有非常非常密切關係 這個我們不談 我們今天談這個領選委員會 剛剛主持也談到兩個大問題 一個就是利益迴避的問題 我剛剛為什麼要講那個 可見他們中間的這個瓜葛 有多麼的深厚 不可能說說我完全不認識 我是完全公平的投票 其實他們中間的來往 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的 富邦的關係在臺大已經是非常的龐大 所以這個利益迴避的是 你不能說這是公開的資訊 其實一般人誰會去注意那樣的一個財報 我都不知道 而且出了事 所以在那個選舉之前 我們都願意樂觀其成 讓林選委員會好好的去選 當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我們真的非常的震驚 怎麼會有 由這個自己的富董來選獨董 而他們並不是不認識 他們中間關係很密切 那另外我特別要指出的 最近媒體也有報導 管先生他不只是只做一個 好像是無所謂的沒有實權的讀懂 他實際上是在臺哥大做了所謂的審議委員 甚至是薪資的審議委員 那我們要追究的是說 臺大他在核准他做臺哥大的董事之前 其實是到十月二號才有正式的公文 而事實上呢 董這個這個我們的管管準校長呢 他是在五月多的時候他已經去認職了 這個中間是臺大還沒有核准之前 他已經去做了這個讀懂 所以這也是違法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麼多事情看來 我們說他整個程序上的瑕疵 是非常嚴重的 那如果在這種地下下選出來的校長 如果就是為了時間的急迫 讓他很很輕率的就趕快擔任這個這個校長的話 我想將來的這個問題是存出不求 所以您認同教育部透過行政的方式 要求臺大林選委會把問題講清楚 甚至您認為教育部這個做法 才是在捍衛大學之主 做得不夠 現在我覺得變成一個政黨政爭 然後一直說是政府要派什麼 就可以派什麼是綠營 其實這個跟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 林選委員會是臺大自己選出來 這是前校長 現校長 跟過去已經卸任好幾次的 可是的召集人是他們來 幾乎是來組織了這樣的一個林選委員會 然後中間他們有密切的財務的關係的時候 他竟然不去揭露讓其他的 比如說我們臺大選出來的九個委員 去知道這樣的情形而倉促的投票 那加上他不是一個單純的獨立董事 那其實教育部呢 他這個做法其實是 又是沿襲他一項的作風 就是推脫 那你再給我說明 他已經說明了呀 沒問題沒問題 可是他並沒有解釋 全國人民對他的疑義 他完全沒說明 就是說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疑義 你就是要接受 然後回頭打著說 這個叫做校園自治 校園自治必須在法律範圍內 如果你有這麼多違法的嫌疑 我們不敢講了 你是不是要把它理清楚 這是一個問題 抄襲也是 你抄襲我們沒有說管先生有沒有抄襲 這個我們不談 你堂堂的最高學府的倫理委員會 怎麼可以說出這樣子荒謬的一個 說是因為不是正式的論文 沒精神差 你就可以抄襲 所以台大很多老師說 以後我怎麼教學生 那你這樣的不是要給大眾一個交代嗎 程序的部分我要再請教周老師 不過我們來看看這一次 台大究竟是怎麼選出校長 我再重複一下賀老師的一些意見 如果我有那個誤解的話 拜託你馬上更正 您認為說 臺大臨選委員會的組成 本身結構就大有問題 他就沒有辦法代表臺大的民意 或是學校未來的需求 這個結構本來就有問題 再加上這一次種種的過程 不管是所謂的抄襲的遺運也好 或者是承訊原則 利益迴避的等等也好 這根本就不能讓管中敏教授順利的去擔任 台大校長 不過我們來看看 在去年六月的時候 台大就從一百七十三個校務會議代表中 選出十八個領選委員 其中也包括學生會的會長 那十八個再加三個教育部指派的 所以有些人在罵教育部說 你罵說那個領選委員會大有問題 你自己都沒看出來 你還敢罵 教育部有三個 然後學校部分呢 還有校外的人士加起來是十八個 總共二十一個人要來選校長 在七月十號的時候呢 林選委員會互選出一個召集人 由前校長陳維釗先生呢 來當召集人 八月一號公開徵求 說你推薦啦 誰比較好啦 像陳若水啦 像管中敏啦 那甚至你要自我推薦 也都可以公開徵求推薦 十月二十號呢 就被推薦者來投票 你要林選委員全體三分之一以上同意 你才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總共八個人可以當候選人 這還不夠 要再就是說 你如果當校長你要怎麼辦 你要辦證件說明會嘛 要注意來面談 這還不夠 林選委員會選出八個之後呢 要再讓校務會議去推薦 校務會議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同意 才可以說納進去最後的這些零選 所以八個又刪掉三個 剩下五個來去做為校務會議 推薦的校長候選人 八個三個五個之後呢 五個再來選 最後呢 在二零一八零一月五號的時候呢 校長林選委員會選出來 管中敏是校長的當選人 程序的部分 是不是真的像賀老師所說的瑕疵那麼多 我們來看看這件事很難說 臺大的師生支持或是反對管中敏當校長 因為兩邊的聲音都有 兩邊都在抗議 兩邊很可能都會上街頭 但是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今天還是有部分的臺大師生 上了街頭 要求教育部不要把黑手伸到臺大校園 不滿政治力介入臺大校長領選 上百位臺大師先跟校友自發性在春節後 開工的第一天來到凱道前 要將象徵自由民主學風的臺大附中 送給總統蔡英文拜年 要求政治黑手離開校園依法行政 前法務部長羅英雪 前內政部長李鴻元 前環保署長魏國燕 前農委會主委陳寶基等許多前朝官員 都前來聲援 前政務委員馮燕還身兼公關在現場發送新聞稿 他說曾經為了政府政策上街遊行 沒想到竟然得為了臺大校務走上街頭 既然是要替學校幫我們的校長 跟我們的總統跟教育部長 要一張工作證 你說荒謬不荒謬啊 不管校長是誰 我們要這個國家尊重臺大的學術自主跟自由 唐玉團體派出四名代表前往總統府遞交陳情書 隊伍也遊行到教育部前 教育部派出人事處長出來接受陳情書 但抗議民眾拒絕 後來改由主祕朱南賢接受陳情 不接受 不接受 有四十多位中民院士 四十多位台大院長副院長 四百多位教授跟四千多位台大人連署 抗議政治力介入台大 他們支持合法領選出來的新校長 如果教育部再不核定新校長 他們不排除發起更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記者陳淑君陳昌偉台北報導 柏伊 你也台大比拼了 這一次的事情是叫做政治黑手干預 還是教育部撥亂反正 其實我覺得兩邊都有他的一個值得討論的地方 就是說其實我們周圍很多的朋友 對於台大發聲校長的候選人跟他的領選委員 是有在企業裡面的第一關係這件事情 是感覺到很正經也很遺憾的 那主要的原因 而且管中敏他其實是一個政府的公眾人 他擔任過台灣的國發會主委 那這樣一個主委卸任之後馬上隔了沒多久 回到台大 然後後來又可以到台各大當這個獨立董事 所謂的獨立董事他的薪資是五百萬元以上的年薪 所以這樣本來就已經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可議的事情了 然後結果他又在透過這個領選的過程中 資訊可能沒有透明公開這件事情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他領選委的校長 這件事情其實很多人是非常在意 那他不只反映是管中敏個人的問題 我覺得他反映是說整個大學跟企業的這個關係 越走越近 那剛剛賀老師有講到 大學在缺乏公共經費的狀況下面 不斷地向企業傾斜要經費 反過來講企業更能夠影響到大學的研究 大學的人事 那這樣的過度走進呢 有的人說是擴張資源 但實際上他對大學的獨立性可能是會影響 所以在這個校長領選 他是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一個過程裡面 如果這個個人他跟企業的這個 而且何況那個企業是領選委員內部的一個部分 這個利益沒有揭露 大家會把它看得非常的重 但是柏伊您談的是 或是剛剛賀老師談的 也都是整個大學跟企業的這種大結構的走向的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程序正義 現在選校長 就是台大由校務會議選出來一個臨選委員會 由臨選委員會去決定哪一些人 之後呢 校務會議又可以有一個推薦的權利 再刪掉其中哪一些人 然後如果一定的所謂的審查的基準之下 產生了這個校長準當選人 如果我 就我們不是在選一個聖人 當然當然 或許你對他有意見 或是對整個大學的發展有批評 可是他畢竟是經過合法程序所選出來的候選人 教育部可以這樣做嗎 所以我覺得要具體來 我們不會直接說教育部一定就要撤銷這件事情 但是教育部依法他要做所謂的司法性的監督 就是說台大他校內他也規範說 所謂的校長領選的這個委員 如果有具體事實 逐任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餘者 這樣的情況 他的這個職務可能是要被取消的 那到底有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教育部有所謂的司法性監督的義務 那我可以再舉一個更具體的 在校務會議的這個投票的過程裡面 原因就是說 到底管宗敏有沒有這個在外面 當讀懂拿五百萬這件事情 其實至少在學生代表裡面 在網路上現在已經很多人在講說 事情根本不知道 如果知道 他也許會改變他的投票 因為這是完全不同的角色 管宗敏做一個經濟學者 也許就我們知道 好像在國際上是有一定聲譽的 但是 他今天來選校長故事稱 我覺得 以五百萬的薪資 這不會是一筆小事情啦 他故意不揭露這件事情 我覺得管宗敏也是了解說 大學其實並不喜歡 一個人握有特殊的 在企業裡面利益這麼龐大 所以他故意不講 這是有他的 他的政治判斷 但是這件事情 因為故意不講 讓很多的可以參與 零選包括校務會議代表 覺得他們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所以這件事情 應該要有機會回到校務會議 我們就回到管宗敏最大的兩個爭議 或者是說他認為被抹黑最嚴重的 這兩點要請教周老師 剛剛一直談到讀董這件事情 他說讀董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來看看管宗敏擔任讀董 為什麼會引爆這麼大的爭議 臺灣大哥大的副董事長蔡明星呢 他同時也是校長的零選委員 如果他不是校長零選委員 就完全沒這件事情 沒有這個爭議 但他又是臺大的校長零選委員 他可以選校長 他有這個權利 那管宗敏呢 又是臺灣大哥大的獨立董事 可是呢 管宗敏事前沒有揭露 蔡明星呢 也沒有利益回避 在選的過程 他就參與零選了 臺灣大哥大怎麼說呢 管呢 在當選校長之後就遲了 可是問題不在當選之後 問題在零選過程 那審計委員等等 他都全部辭了 林選委員會的說法最重要 林選委員說 臺灣大哥大是上市的公司 你去查你就知道嗎 所以這是公開的資訊 沒有所謂的隱密這件事情 第二個 讀董的職位呢 對林選結果呢 有沒有影響 這不是林選委員會可以推論的 什麼意思呢 因為都是不記名投票 所以你不知道說到底誰什麼投 是不是搞不好蔡明星投反對票 也不說不定 所以林選委員會說 我沒有辦法去推 到底這件事 能不能影響所謂的林選委員會 那你因此也沒有辦法認定 就是有影響 再來呢 已完成投票產生當選人 林選委員會 就不會再次議決本案 也沒有重新辦理的法源依據 那根據臺大林選委員會作業細則 等一下我們來看這個細則 蔡明星可以擔任林選委員 因為文字繞來繞去 只有規定什麼三等親 你的老婆 你的先生 或者是說 他是你學生 你是他老師 或是你是他學生 他是你老師 這種私生關係的 才不可以擔任林選委員 你的公司的獨立董事 那你是林選委員 這個ok 所以林選委員會說 沒問題 教育部的說法是什麼呢 要台大說明 你管中銘兼台灣大哥大的獨立董事 是不是影響選舉結果 教育部也沒說有 也沒說沒有 就是要你說明 這件事情很多人說 如果管中銘在林選的過程中 很清楚明白說 我是台灣大哥大的獨立董事 而我的副董事長 就坐在前面 蔡明星先生 他是林選委員的話 說不定這些林選委員 就不會投票給他 這難道不是程序爭議嗎 中老師 好 這個問題齁 來我先喝一口水 好 你可能喝大口一點 我會讓你說得很完整 各位觀眾 你剛剛看到一件事情是 我有沒有喝水 有啊 可是你們大概不能知道 我喝的是冷水還是熱水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當一切沒有辦法從感覺來做決定 我們只能看到有沒有喝水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的法律規定 今天大學法 今天林選法規定 他是合法的 他一切都是ok的 這只能很明顯看到 我有沒有喝水這件事情 可是今天教育部問了所有的林選委員 一件事情 你喝的水是熱水還是冷水 這要怎麼大家說呢 所以林選委員會只能大家開會 所以就決定說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來做這樣子的推論 那今天照我們第九條 就沒有他沒有違反這個法律 剛才我相信兩位賀老師跟我們這個柏儀 柏儀也是我們台大校友 都談到了非常很好的理想 但是我們要回歸到現實狀態 他就是一個合法的事實 他是一個照著大學法 還有台大林選委員會作業細則走的一件事情 所以所有的規矩都照著這個規則一直走 那我們有靠什麼做依規呢 我們不是就是要靠這些文字 訂下來的文字契約 我們一步一步往前走 大家才有一個共識嘛 周老師這我不好意思我打斷 因為這個是關鍵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這個台大的校長 林選作業細則 那誰可以當台大校長 不是阿貓阿狗都可以耶 第一要件 高尚品德跟學術成就 那學術成就 我相信那個能進林選委會 大概都還蠻了不起的啦 什麼是高尚品德就很龍頭 但至少在誠信 以及學術的誠信上 學術倫理上 他不能犯錯 這已經是很低標準 沒有說要選那個台灣最重要的塑儒了 第一個 你一定要高尚品德才能夠當校長 好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什麼叫高尚品德 那誰可以當林選委員 誰不能當林選委呢 這就是最大的關鍵了 就是說呢 第一個 你不能來林選 你當然不能當林選委員 這是廢話了 第二個呢 如果你候選人是你的配偶 或是你的三等親 第三個呢 你跟候選人有師生關係 都不能當林選委員 管宗明呢 完全符合一二三 沒有任何爭議 那第四點 有具體事實 足認為其執行職務 有偏頗之餘者 可是很重要喔 他後面還有一個但書 候選人可以檢舉 可以要求 兩個問題 當管宗明先生 同時又是 臺灣大哥大的獨立董事 會不會影響未來 臺大的走向 是不是世俗化 商業化 甚至墮落化 這是不是所謂的 具體事實 認為有偏頗執行職務 之餘 這是一個 但臺大林選委員會的反應 說法是說 啊沒有人檢舉啊 啊我怎麼認定 有沒有餘 所以這件事呢 就不構成 那我們先不談後面 有沒有人檢舉 我想請教周老師 他擔任台灣 大哥大的獨立董事這件事 難道不會影響他 未來擔任校長的執行職務 以及當時 林選委員會的 圈選意願嗎 我想有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八位候選人 其實他們的資歷都非常接觸 所以他能夠擔任那個 絕對不會像我這樣一個素人 只是一個台大收益系的老師 不要忘記匪伯啦 十年後搞不好 所以所有的候選人 他們在整個的社會的關係 跟社會的這些經濟成分 其實都有很多的朋友 有很多的資源 我相信他們要來當台大大學校長 也絕對不可能 將來只靠他們一個人的力氣 來完成台大校長 來建設台大 帶動台大建設的一個工作 所以另外一個 要請大家能夠注意一件事情 是今天這一個 這個林選委員所填的資歷 並不是管老師 管教授他 所自己寫的 是林選是他的推薦人去寫的 在每一個候選人都漏漏等 這麼長的這個裡頭 沒有一個 就難道我小學當過班長 我跟他是隔壁班的 都要寫進去嗎 今天我們就已經看到 這個林選委員會的規則裡頭 當然我們也都看到 如果今天要講白了 還有誰跟誰是同事關係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沒有人都會把這件事情提起來 大家在這個事情之前 都已經講好了 說這個都去不違反這三件事情 所以這就很明白的表示說 在林選委員會裡頭 在工作的時候 這三件事情是 就是被要求只要能夠達成 因為太多的事情是沒有辦法去掌控 所以今天一直談到 讀不讀懂這件事情 真的 你怎麼知道 蔡明欣是投正成票還是反對票 所以她當讀懂 讓人家很反感 誰知道 但是今天這個狀況下 那她就是符合了這個 臨選委員會的規則 我還是把那個集中一些 所以您認為說 管中銘先生在臨選前 擔任台灣大哥大獨立董事這件事情 對於臨選這個過程而言 一點都不重要 根本不需要報備 根本不需要揭露 你的意思說 在讀懂這件事情 擔任讀懂這件事情 根本不需要跟林選委員會說 因為她真的是芝麻小事 我覺得她的資歷裡面有很多東西 可以提到的東西 對啊 所以她在這個過程裡頭 不好意思喔 A委員 我跟你是哪邊吃過飯 B委員 我跟你在哪邊 這個一起去開過一次會 這個東西 你要多少的解釋 要一件一件事情去解釋說 我跟你曾經有什麼關係 柯老師我們等一下談那個抄襲 我們現在要來好好把讀懂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樣的比喻真的是 已經是超出我們的場地 我們來看看 獨立董事 這不是法律上所的意義 對於部分臺大的師生 以及外界來講 他可能有所謂的違反誠信原則 以及所謂的利益迴避原則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獨懂到現在 還困擾著管忠銘先生 前國發會職位管忠銘選上 臺大校長後風波不斷 不但爆發論文抄襲正義 還有媒體指出 管忠銘當選的關鍵在於 臺灣大哥大副董 蔡明星等三位企業代表 林選委員支持 接著又傳出 管忠銘在選前 沒完全揭露擔任 臺灣大哥大獨立董事儀式 結果引發爭議 那林選委會顯然在資格的把關上 有重大的疏失 那並沒有把這種非常重要的資訊 在臺格大擔任讀董的重要的資訊 沒有要求這個候選人做揭露的動作 對於管忠銘擔任讀董的爭議 臺大在一月二十六號就發聲明指出 臨選作業前管忠銘已經報效 核准兼任讀董 當選後也已經請辭 一月三十一號 臺大領選委員會也開會確認 管忠銘當選校長資格毫無疑義 但這並無法平息風波 日前臺大師生和校友 已連署呼籲召開校務會議 處理領選爭議 已經有超過千人響應 前臺大教授賀德芬也說 這次校長領選在程序上有嚴重瑕疵 其中以利益迴避最為嚴重 管忠銘擔任臺格大讀董 還有審計委員薪資審查委員 都是在依法核准前就上任 過程有極大的瑕疵 在程序未釐清前 教育部不應該核准領選結果 不過賀老師我們來看看 最後一次 也就是在一月底 今年一月底的 那個領選委員會的會議紀錄 就可以理解領選委員 他們怎麼思考 理解這個爭議的 主席是陳偉招校長 前校長擔任召集人 委員名單也都有了 不過我們來看看到底 針對讀董這件事情 是怎麼說的 剛剛我們談到說 林選委員的身份 就是不適任林選委員 除非是說有三等親 或者是私生關係 那所謂的竹刊認為 執行職務有偏俠之於者呢 這個要有人檢舉提出來 林選委員說 選到現在也沒有半個 有八個候選人 也沒有半個候選人說 他擔任讀董 這個這個會偏頗 沒有人提出 所以沒辦法去處理 第二個呢 他到底什麼時候當讀董呢 有沒有報備呢 他說呢臺灣大哥大呢 是在去年四月的時候呢 發的函 希望臺大可以同意 管宗敏擔任獨立董事 臺大呢 在去年五月的時候就同意了 所以第一個 臺大已經同意 不是林選委員 臺大校方已經同意 管宗敏去當獨立董事 然後呢 本校已經同意管教授 兼任臺大 臺灣大獨立董事之後呢 管教授是在臨選委員會截止 收建之後 才拿到同意函的副本 什麼意思呢 站在管教授的觀點說 我能不能當 我不曉得呢 我現在只是有人找我去當獨立董事 臺大還沒同意呢 我那時候還才剛進去 要去領選 我怎麼報備 我都還沒確定 我是臺灣大哥大的獨立董事 怎麼報備 報備 只要怎麼報備 說我可能嗎 就都還不是嘛 不過這個 會議紀錄委員講說呢 確實在這個校長 被推薦的候選人資料表上呢 沒有寫到擔任臺灣大的獨立董事的職務 那管宗敏呢 擔任獨立董事呢 有些委員知道 有些委員不知道 那那些不知道的委員 如果當時知道 是不是還投同意票呢 這很難去推論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所以呢 在經過這整個程序之後呢 校長呢 就是由領選委員會來領選的 不是由校務會議 所以有部分 像是賀德芬芬 老師或其他老師說 可不可以用校務會議 來推翻領選委員會 沒辦法 就是領選委員會 領選委員會 不重選就是沒有 因此呢 在這一次的會議紀錄上呢 寫得很清楚 就是這樣 就是管宗敏 要來當這一任的台大校長 程序有任何問題嗎 我 我這樣說 好了 您剛剛也講 如果他是合法選舉出來 當然沒有話講 所以我們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 後面有這些糾葛 也沒有人說 特別的去反對他 那法律的解釋 不是這樣 不可能 我今天該吃就晚飯 法律要給你規定 你今天該跟誰見面 也要 也要跟你做法律 做詳細的規定 我們常常以舉重以民輕 或者是舉輕以民重 大學為什麼要能自治 就是大學 你有自律的能力 你有你的尊嚴 所以你當然有 你最起碼最低道道德標準 你如果連這個標準 你都要去打破他 我知道依法行政 我覺得現在最可悲的 臺灣法治為什麼不能順行 就是這些官僚們 要嘛我就是依法行政 你法律沒規定啊 我法律可能規定這麼仔細嗎 我怎麼想得到你的一個讀懂 跟這個這個副懂的關係 這個關係 他不是一般說 我認得你 或者說彼此有師生 或者有同學關係 這個關係已經會影響到 將來臺大 甚至於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 知識體大耶 為何一個 所以隨便說我認得你的這個大家都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不要這樣去台大 我想這個對法律的認知 實在是太淺薄了 不過賀老師 為何一個曾經擔任 臺灣大哥那獨立董事 而當他當選臺大校長之後 辭掉這個董事的 曾經當過獨立董事的人 會影響到後來臺大的發展 我們也不敢說 他將來對臺大發展會怎麼樣 或者是說如果他接入的話 他這個投票結果是不是這樣 我們不願意去 可是今天我們看到事實 他沒有誠實地申報 第一屆的臨選委員 是我辦的 怎麼可能說 是這樣的一個候選人 他自己都不知道 沒有看材料 我想這個都是欺騙人的說法 他當然是說 有人要去告訴一些人 我也想選 他自己也說了 他也想選了 好像選秀一樣 有一個空檔 有個機會了 然後推薦人也是有一定的 他的周遭的親朋好友 或者他的學術的這個同僚 然後你的資訊 如果不是你去提供給這些 推薦你的人 人家怎麼可能去去談呢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藉持 那我們就是回到 你作為一個大學教授 甚至一個是臺灣最高學府的一個 一個領導人 你的道德標準要放在哪裡 你難道每件事情都要法律 你去來給你訂訂嗎 我們以後每天都在問一個校長去立法嗎 我想這樣的一些托辭 就是我們最近這個法律 這麼樣的墮落 的一個最大的原因 可是賀老師 大家都推了 都推 所以他這個本身 他就是有違法的嫌疑 有違法的嫌疑 我們不是說是教育部是黑手 教育部如果他不去處理這件事 他違憲 他違職 甚至我們可以到監察院去控告他 你沒有進到你的一個教育部監督的本分 這不是黑手 這幾年 是他的職責耶 所謂的產學合作的這個方向跟主流 同不同意是一回事 但是它是一個事實 許許多多在學術上表現優秀的學者 多少都會跟產業界有一定的互動交流 甚至有持股 然後甚至是擔任所謂的產業的領導人等等的 難道所有的人在跟商業任何的關聯 都得一五一十的講得清清楚楚嗎 可是如果是一般的情況 比如說你捐個大樓 那我覺得你捐個大樓立個杯來表揚你 這也都是合情合理的 可是今天這個事情是非常嚴重的 我還不是一個系主人或是我爭取一個教職 台大校長是何等地位啊 從台灣有台大校長以來都是最高當局要點手 所以我們才要很努力去爭取大學自治 可是我們爭取來的大學自治 今天不是說違法的也叫自治 這包括到我們的人事單位都要求違法 我們要包庇我們自己的學校做違法的事情嗎 比如說他已經五月 他已經開始做到台灣大哥大的董事 可是台灣大的這個同意文到十月二號才發出去 這中間的一百天 他不要說明嗎 這個他不是一個好像無關緊要的 我只是來開開會的一個董事 他還做評議委員 還做薪資的審議委員 台大也向這個來台大來申請他這兩個職位 可是台大都是一直到十月二號 也就是校長那個臨選登記的最後一天 台大才發出這個公文 可是他已經先去做了呀 這個都有 不過這件事等一下還是要再請周老師再回應一下 不過我們說 本身就違法嘛 兩個重大的爭議 然後我們沒有說是是不是就是瑕疵 但是確實現在的爭議是 除了所謂的獨立董事的這個誠信原則 以及利益迴避原則之外 論文抄襲 之前台大校長楊半池也是因為這件事沒有辦法續任 然後包括蔣偉寧 然後這是掛名的這些風波 其實都有這些爭議 那管中敏是不是真的有抄論文呢 我們來看看在今年一月五號的時候 選管中敏當校長 然後去年五月的時候呢 中研院跟台大辦了一個研討會 重要的是這個是一個研討會 然後呢 他們管中敏跟陳建良 近南大學的教授 共同發表 ECFA的效果評估 結果被踢爆說 你這文章跟一個張信的碩士學生的學士論文呢 碩士論文呢 段落一樣圖表都一樣 違反學術倫理 管中敏說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一篇根本沒有論文 哪裡有的抄襲 陳建良另外一個共同發表的學者他說 這是學生引用他的手稿 不是他去抄學生耶 這也不是抄啦 就是學生引用我 然後我在引用這一部分 這怎麼是 這叫做倒因為果 蘋果日報說呢 張信學生論文就已經寫得很清楚嘛 這個是陳建良跟管中敏的手稿 然後呢 台大的說法是說呢 學術倫理委員會說 這一篇論文呢 不是正式發表或是出版的論文 所以不予立案調查 很多人說其實是不是抄襲是另外一回事 台大的回應才是讓人家很生氣的 怎麼會是說學術研討會的論文不叫論文 這可能滑天下之大機 但是確實最後不立案去做調查 那校長林選委員會最後決議說 當選資格在抄襲疑雲這件事呢 沒有任何疑義 那是外界的誤解 教育部說你要說清楚 再請教一下 除了剛剛獨立董事之外 是真的是說自己抄自己 或是自己引用自己的文章 這樣也是所謂的學術重大瑕疵嗎 我們再來看看 抄襲疑雲是政治上的打壓污蔑 還是真的在學術倫理上 犯了一些錯誤 一月初台大選出新校長 也就是前國發會主委管忠敏 但他當選沒多久 就爆發論文抄襲風波 有民進黨立委開記者會指控 他和濟南大學教授陳建良 去年在中研院和臺大舉辦的網路 與貿易研討會 共同發表的論文 立偷至少有二十處和濟南大學 彰性學生在二零一六年完成的論文 非常雷同 立委所指雷同之處 包含在臺灣與主要貿易夥伴貿易量的統計 出現相同的圖表 都是引述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庫 以及標示自行整理 還有管忠敏和張信學生的論文 也有類似的文字段落 像是這一段管忠敏的論文 只多了貿易兩字 兩人在年限圖表和結論 也有不少相似的呈現 不過到底是誰參考誰 張信學生二零一六年所發表論文的參考文獻中 則標註引用陳建良和管忠敏二零一六年的手稿 面對抄襲爭議 當時平面媒體報導指出 管忠敏的回應是沒有參加那場研討會 也沒有看過這名學生的論文 而臺大則發聲明表示 由於這篇論文是在非正式學術會議 也不是以學術論文格式正式公開發表或出版 只是暫時的研究成果 並非屬於學輪會處理的對象 決一步立案調查 所以周老師您當然也發表了非常多的學術論文 不過我也真的很少聽到院士超碩士的這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是所謂的 導音為果烏龍爆料 還是真的管老師在寫論文的過程中有一些瑕疵 我想如果以後這件事情是對的 就是不能夠這樣做的話 以後我上課大家也不敢跟 也不敢去指導研究生了吧 我想老師跟研究生是一起討論的一個過程 這就是什麼叫做指導教授 我常常在講 他不是boss 我常常研究生叫我老闆 我不喜歡 我喜歡叫我老師 那就是我為什麼要指導他們 他們會受到我的這個影響 他們會受到我的見解的影響 他會受到我思慮的 整個思路的影響 我們常常都會說我師誠哪一位老師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已經在蘋果日報那一來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這個張信學生已經說了 我就是超老師的 我就是超我老師的 不要用超啦 用引用 我引用我老師的 這樣而已 就這樣子 所以他們是一個研究團隊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在那一篇文章裡頭 他其實有感謝他的研究生 他在acknowledgement 在致謝裡面有他 感謝他的學生 一起來做這個研究 我覺得 毫無抄襲可言 毫無抄襲可能 就像有一天 我其實在做台灣很多食品的一些維生物調查 某一些食物上有一些細菌 所以哪一天 譬如說我跑去市場 我跟哪個阿嬤 阿嬤 我跟你講喔 要洗乾淨喔 不然這裡面細菌很多喔 阿嬤說你講的真的 我跟你講喔 那個裡邊什麼細菌 百分之五十都有 這樣我算不算 剽竊我學生的抄襲文章 這樣算嗎 這個是要大家思考的一個過程 今天我不是去抄隔壁 A老師的學生的文章 或是我去抄隔壁 B老師學生的文章 那是我研究的東西 我教導我學生的東西 不過以我們上次在談那個 江偉寧跟楊半池的這個論文 掛名風波之前 我們其實也在談這件事情 這個真的算是烏龍爆料嗎 抄襲 自己抄自己 院士抄襲士這能理解嗎 雖然我們沒有看過 那個具體的資料 我不能夠妄加判斷喔 但是在學術倫理上面 就我們了解 不論說是自我抄襲 就是說你已經發表的東西 沒有引述的再重新發表 這也是違反學術倫理 或者我覺得在國內 這的確比較常見 師徒關係裡面 常常發生一種狀況是 研究生寫完的說事論文 或者博士論文 教授在沒有引住 或者說沒有把它掛為共同作者的狀況下面 把它視為自己的 引用段落 甚至全文的發表 這在過去很多的案例 那這也是違反學術倫理 我想這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說誰有參與寫 例如說那個圖表 如果雷同到底是誰做的 如果有做的人 他為什麼沒有被掛名進入作者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管中民也許不是竹筆的啦 但是他也被掛在裡面 他作為作者之一 他必須要了解嘛 也許有爭議的不是他 也許有爭議的是另外一個人 也有可能是他研究生 都必須要進入學術倫理調查的機制 我這樣理解你的說法是說 如果我是老師 那我跟我的學生說 你這個這個怎麼做 啊數據什麼什麼的 結果呢 你把我的想法 我的觀念呢 圖表化 你做了很精美的圖表 然後之後呢 我再發表一個那個論文呢 我就把那個圖表拿來用 你認為這是嚴重違反學術倫理的 拿來用 除非引述 除非我就講 這個是哪一個 或者化為共同作者 不然的話 你就是侵犯別人的著作權 啊那是我的想法耶 我講這個賀老師是專家 我是 對他 我要澄清啊 我覺得我不知道管先生 有沒有抄襲這件事情 我們絕對沒有做 做主觀的一個判斷 因為沒有看到東西 也沒調查嘛 可是沒有調查 都沒有調查 我們不知道 我告訴你 龍學院就發生過 學生的論文 說是論文 變成老師的深等論文 百分之九十九相同 可是居然是透過表決的方式說 沒有抄襲 這種事情 我們都 臺大都經歷過 那我們今天對臺大的質疑 就是你理學委員會的回應 太離譜了 如果我覺得你起碼要還給管先生一個清白嘛 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是 而你不是說這個沒有經過審查 這個是不是正式的學術論文 這個就不叫抄襲 我們著作權法 是你只要完成別人要寫一樣的東西 照你的寫就叫抄襲啊 那當然抄襲裡面很大的一個範圍是合理使用 我搞不太懂 學術研討會不算是正式論文 這就是很奇怪 為什麼林選委員會用這樣的一個品質 來回答這樣的問題 所以到今天為止 為什麼教育部一直要你回答 他始終沒有回答到重點 所有大家的疑慮 他沒有一點點解釋 就是我就是這樣 不過這不是林選委員會 這是臺大的學術倫理委員會 那就是楊班辭之後 有成立這個委員會 林選委員會就拿這個東西 來作為一個回答 所以教育部已經不需要再叫他回答 他千篇一律還是這樣回答 我就是這樣 我也不告訴你們的質疑 到底結果是怎麼樣 都不回答 這個就是林選委員會 他無能失職 最不應該的地方 周老師你會認為抄襲這個爭議的質疑 是雞蛋挑骨頭嗎 如果學術倫理委員會 應該也不是隨便人組成的吧 學術倫理委員會也都是學校的 經過一些事件之後 大家也很謹慎的 來面對這件事情 對 那基本上 學術倫理委會做出來 這樣的一個決議 就是說 他不 不是正式公開發表或出版論 我相信一定有他的考量 這不是大家 就像剛剛賀老師講的啊 他們沒有 其實還沒有看到 其實呢 這是裡面學術倫理委會 他們是看過的 是 他們是瞭解狀況的人 我們如果不去尊重一個專業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專業跟法律 其實這是我們所依靠的 專業的人今天已經進去做了這樣的調查 他告訴我們這樣的一個結果 其實研討會 當然有正式跟不正式的啊 今天我們這樣想起來算不算一個研討會 不算怎麼怎麼會算 不算 但可能今天幾個學者加起來 我們今天討論一個東西 也有可能他就是要一個學術研討會 所以他今天今天我們要相信專業就是在學術倫理會 已經做出了這樣的決議出來了 就是他的回答太不專業 我想我們不要為 我自己是在一輩子在臺大 以臺大為我的聲明師所記 我覺得臺大今天要重申 不能夠再這樣包庇下去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學術倫理委員會呢 怎麼會做出這麼離譜的發言呢 我理解 而且臨學委員會就拿這個就是一樣的 就這樣子來對大眾交代 臺大可以這樣對大眾這樣子敷衍嗎 不過我在請教 我們只剩一分鐘 我先請教周老師跟何老師 這件事要怎麼樣 有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該怎麼落寞 我覺得有改善的空間 但是那是下一屆 今天已經繼承這個臨選委員會 已經是合法選出來 透過合法的程序選出來的校長 教育部就應該尊重 叫給人家備查 對 因為我們照 知道了所有的程序 我認為不合法 我認為有合法的違法的嫌疑 就必須要調查清楚 如果社會對這件事情 這個疑慮都沒有解輕的話 其實管院長 管院士 他上任也是很痛苦 我必須要讓他清清白白的上任 然後他可以很順利的推展 今天不是屬人頭 這是回到一個事實論事 我們講到底的時候 不是你人多簽名的多 你去上街頭 我想為這種事上街頭 還不是我那個年代所做的事 薇宜您也認為 要先釐清一點 我們覺得教育部要做 司法性監督 然後校內校務會議 如果想要討論這件事情 要允許他們討論 怎麼來做 司法性監督不構成政治黑手 不是 它是他的職權 那是他的職責 當然教育部 常常讓人家覺得前後不一致 那是教育部自己的問題 教育部有問題 跟他就可以卸責 不做任何動作 是兩件事 那會不會他喜歡的 就所謂的不用司法性原則 然後不喜歡的就要去進行 我們當然都會他不改 所以我就會 科學不只是知識 也可以玩出樂趣 科學玩很大 教你用螞蟻推倒高牆 創造出四道彩虹 把氣球當擴音機 用新奇的大實驗 介紹科學原理 週三 週四晚間六點 科學玩很大 第三季就在公共電視 地球上有成千上萬座島嶼 每座島嶼都是一個自然生態系 有著你想都沒想到過的世界奇觀 有驚心動魄的蛇溪大戰 還有依靠海洋沿岸的野生動物 牠們最驚險也最獨特的生活 2月24日週六晚上8點 生態全紀錄 地球脈動2 島嶼單元 就在公共電視 詳情可掃描QR Code 公視網站 波波02-2633-2000 轉球 這一次加一次辦得很好 然後整個都很熱鬧 然後大家都很熱情地來參與這樣子 軍隊表演得很精采 就是不分年齡 大家都很用心地參與 覺得很棒 到地發生的新聞 都在Pepo公民新聞平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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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